阿罗哈客运宣布两条路线要停止营运之后 现在经营25年的日统客运 业者也宣布包括斗六 四湖 北港 民雄往返台北的这四条路线 在明年2月4号也要停驶 业者表示因为先前高铁开通之后 让他们的营运受到影响 现在又再加上疫情的冲击 加上政府没有补助的情况之下 其实他们已经长期吸收了 扰人优惠的票差 这也是压垮业者的最后一根稻草 现在逼不得已忍痛结束营业 加益坚理所表示 会持续跟业者沟通协调 要是业者真的无意再继续经营下去 也会严拟是否要启动替代机制 不会让乘客的权益受到影响 来到日统客运站 客运按时发车 因为营运状况不佳 现在业者有意将云林加益 往返台北的斗六 四湖 北港和民雄 四条国道路线收起来 老天不要叫我回车加补对我什么 不应该运人来吸收 我吸收25年 以前高铁还没有通俗可以停下去 客运业者说 因为云林老年人口多 长者搭乘大多多是办票邮会 25年来这些价差全都是自行吸收 再加上这四条路线 因为随着高铁开通 和现在疫情的冲击 营运整个受到影响 已经无法再撑下去 不得不忍痛 将在明年2月4号到期后停驶 民众一听到日统客运即将停驶 都很震惊 希望能挽回 这四条即将停驶的路线 其中还包括了 贾义中正大学往北的交通方式 若是真的停驶 不少师生将势必受到影响 而嘉义区监理所则表示 日统客运目前营运都正常 载客率也都不错 会持续再和业者沟通 日统客运其实对云林的交通 其实有重大的贡献 我们也会积极再跟它协调 嘉义监理所表示 若业者确定没有医院再继续经营 将会启动代史机制 请其他业者支援 不会让乘客的权益受到影响 见于林嘉义综合报道